首次上稿,15点54分更新时间,18点36分。 记者万瑜珍台南报道,台南一名杨姓小吃摊老板娘经曾外出备料时, 心经用康永大路二段,以雨一辆银灰色自小客车发生擦撞, 杨女伤重导的不起,但自小客车并未停下查看,竟直接离去肇事逃逸, 杨女送医后人宣报不治,警方全力追弃,在下午百道在摩铁内呼呼打碎的肇事嫌犯减性驾驶。 永康警方指出,56岁杨女与丈夫在银行经营餐饮业, 金层4.44分元汽车要到菜市场买菜备料,心经用大业事前, 一遭一辆银灰色自小客车从后方追撞,杨女当场倒得不起, 但自小客车并未停下来查看,直接开走,民众见状赶紧报警。 救护人员将杨女送王永康其美医院急救后, 人宣告不治,杨女头颅破裂,左脚开放心骨折, 腹部及四肢也都有多处擦伤。 家属今天下午在脸书社团上寻求行车记录器,想抓出赵逃者。 警方历经11小时追查,今天下午3点44分再离现场23公里外的汽车旅馆, 逮到周市的简性驾驶,他正在摩铁内呼呼大睡。 警方指出,前男友毒品千颗, 落网后坦诚凌晨开车时曾与人发生擦撞, 工程当下并未喝酒,以为对方没怎样就开车离去, 得知妇人过世也深感后悔,全案将一过失致死罪嫌宋伴。